今天只focus在一件事 就是大家都演出时都会很期待的便当 上一集我们谈到一出行政订便当该注意的细节 这一集就让我们开箱来品尝看看吧 讲到饭卷这个是我很疑惑的一个东西 它是个宅子 它是这边还有一个塑胶片 就要先把这个塑胶片拉起来 然后呢就要开始抖抖抖 我还是有力量 小孩就是一抽然后整坨饭就这样 很可怕 提醒您影片开始前请先帮我们按下订阅跟分享 3 2 1 影片开始咯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来开箱试试看不同的便当 这是各式各样都有 这个是牛肉饭 这是饭卷 然后我们还有素食的素菜的便当 这个是烤肉饭嘛 是猪肉的 然后这边是日式便当 其实就是有烙萝卜的那个耶 哈哈哈 当初是定这一家吗 室的家 室的家 然后这个是鱼 鲸鱼 这看起来还蛮厉害的 這個是 雞柳 烤雞柳條 這個是排骨飯 這個是雞腿飯 旁邊還有水果 真的是很豐富 什麼都有了 我們從哪一個開始呢 從飯捲好了 講到飯捲 這個是我很疑惑的一個東西 我當初回台灣的時候 然後人家就拿一個這個給我 我想說這個是 要怎麼吃 把它全部拆開還是怎麼樣 訂便當有的時候會訂飯捲 有時候訂給小朋友 小朋友 因為他們吃的量沒有這麼大 出去的話要拆台日 會訂這個 拆台是特別要訂飯捲 那這個就是 方便 分批去休息的時候 迅速可以吃完 迅速方便 拿著就可以吃 因為大家都想趕快拆完 感覺 我覺得這是一個迷思 因為它一點都不方便 這樣子嗎 真的 因為我之前就是因為 做小朋友 我想說 哇這個東西很方便 然後又很輕便 你不太需要整理一些什麼 廚餘什麼 它是個災難 是個災難 它是一個災難 怎麼說呢 它是個災難 說實在我還不知道這個怎麼弄 誰會 就是大家看它很像就是一個 類似直立的御飯糰 它外面有一個塑膠 是阻隔海苔跟飯 免得那個海苔會死掉 然後呢它這邊還有一個塑膠片 你就要先把這個塑膠片拉起來 然後呢就要開始抖抖抖 抖抖 欸可以耶我成功機 很順暢 但是我跟你說 很多人不知道要這樣抖 所以呢它就會直接這樣拆這邊 然後把它攤開 就會變成一坨的飯 像竹筒飯一樣 然後跟一片海苔 你想想看小孩就喜歡吃海苔 所以就先把海苔吃掉 那飯怎麼辦 他們就會這樣子 然後滿梯都是飯 對然後有時候這樣抽 我還是有力量的喔 小孩就是一抽 然後整坨飯就這樣 很可怕 它是災難 就拜託你了 裡面有玉米 然後有肉鬆跟豬肉 其實應該可以吃滿飽的 因為它飯滿多的耶 配料算多 所以它的橫切妹就像壽司 只是它不是醋飯對不對 對 它不是醋飯 一般的飯 我之前有聽一個 也是負責兒童團的說 他喜歡訂飯捲 就除了剛剛什麼方便啊 很好拿著 還有一個原因是 他會訂裡面有很多蔬菜的飯捲 有些小朋友吃便當 不愛吃青菜 飯捲裡面就全部捲在裡面 他就全部吃下去 好好騙喔 接下來我們來吃哪一個呢 那我先講一下這個好了 你們有聽過海鮮素嗎 海鮮素 有 就是不吃肉但是 海鮮可以 但他可以吃海鮮 其實我這一兩年才發現有這件事情 遇到海鮮素的原因是 因為有一些外國人 他就說他吃素 然後我們有一次去慶功宴的時候 然後他就看 我們去熱炒店 然後炒店就是有很多海鮮 就說我可以吃海鮮 蛤你不是吃素嗎 我發現有一些台灣人也吃海鮮素 海鮮素在國外還蠻普通的 對他們來說 只要不是肉 不是陸地上跑的這些動物 那都算是素材 這間看起來就是比較乾淨 健康清爽 大部分就是 這邊有一塊魚 魚對 是煎的吧 底下有櫛 櫛櫛的底下都是蔬菜 杏鮑菇 地瓜 紫米飯 看起來就很健康 先讓我吃一下我最喜歡的櫛 櫛櫛 我煮菜都是留到最後吃的人 真的很健康 感味也很清淡嗎 對 我們來吃一點這個毛豆 毛豆大概是整個便當裡面味道最濃的 可是還有胡椒 真的很健康 真的很健康 很健康 因為吃不飽 對 吃飽是很重要的一個事情 可是講到吃不飽這件事情 不是有一個說法說 演出前唱歌前不要吃太飽 會影響唱歌 所以我們應該會讓量多餘 就是讓他可以自己選擇 他要吃多吃少 可是不能不夠給他 像這個的話他可能就是不夠的 對 接下來我們來換換口味 就從他隔壁好了 這兩個看起來很像 配菜是一樣的 只是煮菜不太一樣 這個是豬肉 就烤肉的豬肉 這個是烤的雞柳 這個是烤的雞柳 好好吃喔 比剛剛的味道重很多 所以他這個是用烤的 不能炸的 烤的是可以的 而且我也喜歡店的家 就是除了他是烤的 然後再加上他其實還有別的品項 他有雞排 他雞排就大概就是這個便當的大小 怎麼這樣說 對 然後我自己是會就是偷店一個 就給我自己這樣子 是肉多 對肉多 他其實有很嫩 欸豆干好吃耶 講到豆干好吃 便當裡面的配菜也很重要對不對 我記得好像有個便當店 就會主打他們的配菜 一定有一個什麼特別的品項 這一個剛剛這個烤肉飯的便當 大家也覺得不錯 1分到5分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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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給5分 這我最愛 這一家要擠起來 OK 多試試看 剛剛講到日式 所以我們來試這個日式便當 除了有白飯之外 這邊還有高麗菜 上面還有魚板 因為這個魚板 所以就是日式 這個菜看起來都很排斥啊 甜不辣 這個是一塊 炸豬排 這是一塊烤雞 胸 底下一顆炸豬排 雙煮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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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煮菜是試便當 姐姐們比較喜歡這種 比較清淡 然後又分很清楚一個是什麼 那下次應該推薦他們吃這個 對 而且量很適合他們 這個是牛肉飯便當 上面這個是牛肉 然後配了很多蔬菜 broccoli 底下還有小白菜 還有菇類 來試試看這個紅燒牛肉 如何這個日式便當 你說打分數嗎 嗯 我現在有點沒有辦法評斷 因為它 很冷很冰 訂便當 便當送來的時間點也是很重要 太早送來會冷掉 所以真的會有人不開心 真的 你說冷掉會不開心 還是每吃到飯會不開心 很餓然後要蓋吃飯的時候沒有 因為會脫到後面的化妝跟效果還是什麼的 這個時候呢 就要用我們上次明川老師教授我們的 五分鐘快速完妝的幫忙 請大家自己搜尋那一集喔 對對對 牛肉便當呢 你們覺得評價如何 我覺得還可以 我覺得男生應該會很男生 評價比較少出現 它份量非常多 飯非常多 嗯 飯很多 牛肉飯 你們覺得 3.5 我可能會給3.5 我會給4.5 但我想我們的團員可能會很喜歡 就是因為他肉很多飯 我自己可能不會跟他太高分 覺得他的牛肉好硬 我不喜歡演出前吃個便當 結果牙齒縫還塞了很多雞肉 然後就要上台去演出 真的欸 會卡牙縫 邊唱會邊用飲食或雞 接下來我們還有這兩個 一個是雞腿 一個是排骨 可是這個看起來是炸的嗎 滷的 可是這個看起來 大家看一下這個 外面這邊還有麵衣 如果是直接滷絕對不可能有麵衣 所以這個一定是先炸過再滷 可是像這種圓形的便當 就沒有辦法像這種方的便當 可以有一格一格的吧 所以換句話說 圓形的這種便當 比較不受歡迎 大家蠻喜歡的 反過來 看起來很高級 訂那種 平常看不到的形狀 又有多像這種 哇 看起來好高級喔 以後我要開一個便當店 絕對不做方盒子的 超討厭便當裡面有三四豆欸 對 就是那個 豌豆紅蘿蔔玉米什麼的那個 對 那我覺得他佔了我一格 我真的是心情很不好 好像蠻多人會生氣的 蠻多人會生氣的 不是一個兩個而已 很多人看到三個都會生氣 那接下來我們還有一個素便當 這個是純素的便當 裡面看起來其實真的很豐富 這個是 瓜 很好吃 大黃瓜 大黃瓜 然後這個是 海龍 我都叫他電話一下 那這邊有 馬鈴薯紅蘿蔔 但是是煮咖哩口味的 然後龍鬚菜 這個是豆腐 但是它是用紅蘿蔔 青豆 欸 三色豆 就是三色豆 三色豆 跟三色豆炒的 這邊應該是類似像 天婦羅的這種炸法 炸的蔬菜 底下是紫米飯 看起來其實還蠻好吃的耶 所以它蔬菜是不是看起來 就是特別開心 那我剛剛吃那個豆腐 然後還有那個三色豆 跟後面那一整塊的紅蘿蔔比起來 那整塊的紅蘿蔔就很好吃 那整塊的紅蘿蔔就很好吃 有一個甜味 可是那個三色切碎的那個 就沒有什麼味道 兩年前的三色豆 而且它沒有什麼素味 素味 素味 就是那種素素 素菜的味道 因為很多台灣的蔬菜館 為了要讓它 就是吃起來香 吃起來好吃 所以會加特別多的油 尤其是麻油 素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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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個很厲害 因為它這家的話 就是每天它有一個特餐 然後它每天的特餐都不一樣 這是素食便當店嗎 是素食 所以訂素菜就可以 可是一般我們訂便當 不會分在不同家訂 會訂某一家 順便請他做素 對不對 所以就不一定會有 這麼專業的素菜便當 但是我覺得請 那個一般便當店 做素菜很危險 因為我們就曾經有吃素的人 就說那配菜裡面有蝦米 可是它真的沒有素味 對 是可以給5分 然後再加一個加 5分好 5分 5 plus 好 這樣你們覺得呢 5分 大家都喜歡素便當 但是它沒有肉 但還可以得5分 好 最後我們這邊旁邊 還有兩條水果 水果是說 除了便當另外再訂水果 請讓大家可以有調劑嗎 還是說有的人就只吃水果 比較強 好像有五環 五環 我有聽過一個老師 是他演出一點 他不吃便當店 好像是很難買 因為大部分都是 我們剛剛介紹一輪 都是有便當店 對 所以你就要請便當店 專門幫你做 就是不要加飯 然後什麼的粉 要加肉或什麼之類 最後還有沒有什麼要提醒大家的 或者是在訂便當時 有碰過什麼還要注意的事情 我們剛剛沒有提到的嗎 過敏這件事情 因為像台灣人應該普遍有 可是平常大概也不會太注意 可能有些人不吃什麼海鮮這樣子 但是外國人他們過敏的東西就很多 比如說有些人就是五膚質 五膚質很難 對很難 因為他就是連醬油可能都不能吃到 那其實台灣很多東西都是有醬油的 對 看今天的便當裡面 只有這一個沒有用到醬油 這是唯一一個沒有用到醬油的 再來就是水果 其他都有用到醬油 然後有些人像他可能是 海鮮素剛剛也是一個 然後還有 譬如說他可能對某些水果啊 或者是蜂蜜 然後可能草莓 然後蘋果 過敏這種都很小細 還有什麼要注意的嗎 就是中角吧 中角 不吃豬肉 不吃豬肉 對 豬肉大分是中角的關係 這個都要事先先問好 光是訂便當就有這麼多學問在裡面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有過 因為便當被人家責罵 或者是被克訴的這個經驗 所以如果大家下次碰到你們團裡的行政人員 多給他一點關愛 我覺得蠻有道理 有道理 也需要被關愛 所以因為自己有經歷過訂便當的辛苦 你就不會覺得 不會去挑剔別人訂的便當 因為別人訂啊 你知道他應該是 在很 三百件事情裡面 這只是他其中一件 訂便當只是一個小小的事情 但是對於很多團員來說 這個便當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們特別的在乎 所以行政人員們也要多擔待 那團員們也要 提亮一下行政人員 有時候不是我們的問題 是 就是出了意外 不過基本上 演出前大家一起吃便當 是個開心的事情 所以希望大家以後 吃便當的時候 都能夠開開心心的吃便當 愉快的演出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邊 如果你有什麼其他的問題的話 可以在底下留言 歡迎你按讚、分享、訂閱 然後開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很滿ары 你可以接會 OK 大家好 mafi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